你好 欢迎收看7月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宜慧 花莲秀丽江木骨木鱼 以秀丽景色清澈吸水文明 七年前连外隧道因为天灾崩塌风山 县府获得中央穷而补助一亿六千万元来复建 今天通车了 在地同门部落正规划付费接驳方式 呼吁游客战务前往 不过暑假来临 很多民众跃跃欲试 部落主人坦言无法可管 只盼大家可以尊重传统领域 否则风险自己要负责 欢迎县政府向中央争取 全额补助一亿六千六百多万元 修建民隧道改善排水 以及加固边坡 今日举行通车典礼 县长徐政卫以及副议长徐雪毅等人进行检采 牵着部落的居民一同走过水道 因为麦德姆台风 让我们的这个整个坍塌下来 而里面又有非常多的人委 我们到107年开始来评估规划 送到工程会 我要谢谢在这当中 有孔文集委员从旁的协助 以及多次的到现地来会堪 来跟我们所有的八一八一所有的族人 一起来说明公通 让这一条路真正正正能够进到工程的阶段 所以一个工程在这里我们同门一号隧道 我想就看到了一个工程能量 还有工程不断不断的精进 让我们今天落成启用有一个安全 回家回到我们的这个农地农田 还有给台电同仁很安全的路 各位我们的相信 你不相信有一天你从我们隧道走过的时候 你一定会感觉到这个隧道是那么的让人快乐 当你第二次再走过的时候 你会觉得走了以后 你会感觉你的身体感觉非常的健康 当你再走一次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走这一条路好幸福 可以通车 真的刚才我们的温 温氏乡长也提到了很多 走一次会感觉什么 第二次又会感觉怎样 第三次你会觉得很健康 那当然这个都走几次 只要住在这个山上 大家都是长运百岁 所以以山为主 然后以水为生 那我想这个水又是这么的清澈 那我想在这里生活的 每一位我们的主人 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 虽然便利了在地的交通 也让部落居民忧心游客的涌入 乱象再起 通门部落会议主席叶顺清说 先前开放时人车多 环境张乱不堪 还曾经发生原住民地主被游客打骂 部落会议决议自主管理 以向花莲县政府申请 朝着付费接驳的方式来规划进行 记者林杰秀林香采访报道